大家好,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大世界,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,中国好声音2022明晚开播,也就是8月5日晚上20点30,在浙江内市首播,在暑期的下半程,一年一度的好声音正式开业,四大导师宣传片也一次发布, 一,廖昌勇,在宣传片中,廖昌勇说到自己是从1992年前后开始从事职业舞台,如今已经30年了,对于每一次演出都会认真准备,不敢有半点马虎,在他看来,一个音乐人最重要的品质,是要对你的作品负责,对我们的观众负责,他直言喜欢中国好声音,因为好声音就是用美好的声音尽情地歌唱,他所期待的是在好声音的舞台上,打破音乐类型的界限,为全球华人歌唱美好, 廖昌勇就是好声音的缝纫担当,所为教授,他有着一定的大局观,想要在好声音舞台上遇见不同类型的音乐,然后串联起来,构建华语乐坛的音乐版图,所以在他这里不存在重于美声之类,对于流行也同样重视, 作为音乐人就需要对作品负责,对观众负责,这是天职,也是生存之道,所谓的好声音,并不局限于某种声音,而是能够用美好的声音尽情歌唱,都是好声音, 二,梁静如,在宣传片中,梁静如介绍到自己来自马来西亚,一个很小的城镇,他再次说到自己最为幸运的事情,就是遇到了恩师李纵盛, 然后开启了音乐之路,在圈内好朋友的帮助鼓励下,一路走到今天,最终也来到了中国好声音, 他说到自己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,由于群唱歌很优秀的好学员,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机会,一点勇气,而自己能做的就是给他们依靠,成为他们前进的动力, 就像当初恩师对自己一样,梁静如是好声音的开窗担当,既为学员们打开一扇窗,看到新世界, 也为自己打开一扇窗,遇见好音乐,在梁静如的身上,我们看到了一个导师的重要性, 而这也是他将在这档节目中的责任所在,就是成为学员们的领路人, 三,李克勤,宣传片中李克勤说到,自己在18岁年年选对了人生赛道,然后到今天为止,已经37年时间, 华语乐坛一直在变,但是自己依然还在唱,从去年开始,来到好声音的舞台, 收获了一班超然超频的年轻人,自己觉得挺酷的,所以在今年依然会尽最大的能力, 去帮助那些在路上的年轻音乐人,一起为音乐打拼,李克勤是好声音的海绵担当, 既输出也吸收,从学员身上学到了很多新鲜的东西, 当然也为学员们带去了很多经验与帮助,有着37年的经验, 如今与年轻人一起为音乐打拼,他不服输不服老,成为海绵,与年轻人们共成长。 四,李永浩,在宣传片中,被问及为什么会对那么多的乐器有兴趣呢? 李永浩说道,自己最开始接触的是吉他,算是一种释放,去展现天线的东西, 至于其他乐器完全都是意外使然,当时的他没有办法玩乐队, 所以就只有自己一个人玩,摸索,就这样学会了键盘,鼓,不管是学习哪种乐器, 终极目的是为了完成一首歌,他用了两次不小心, 显然是对于如此多乐器都不是刻意为之,而是意外促成的, 为了一首歌,自己又有一个人,所以这些乐器自然而然就学会了。 当然,如今的李永浩也是好声音功龄最长的导师,历经三级好声音, 在这里见证了几百个歌手,最终也成为了如今资格最老的导师。 对于他来说,最有意义的就是拥尽全力,让所有观众看到选手的魅力所在。 李永浩也就是好声音的挖矿担当, 举在去挖掘学院身上的散光点,帮助他们成为精子,然后闪闪发光。 在他看来,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发光发亮的地方,也就是优点, 而自己的目的就是去发现他们各自的闪光点, 如伯乐,给他们指引方向,让他们不再迷茫。 走过十一年的好声音,也成为了现存最为老牌的综艺节目。 虽然近些年口碑不断下滑,热度越来越低, 可是在每个夏天,依然成为许多人必看的音乐节目。 因为现如今的,面对普通人的节目太过稀缺, 相比较好声音,还是给许多普通人提供了一个舞台。 当然,好声音自己也在不断变革, 虽然收效甚微,但是从未放弃。 从重视原创,到增加导师助教, 再到如今变成青春导师,增加见证人刘德华, 这些都是一些创新和突破。 作为好声音,归根结底呢,还是要被发现, 培养优秀的学员歌手,呈现优秀缠唱的音乐作品, 这样才能出圈,收获好的口碑和收视。 对于这一集好声音,到底会怎么样? 明晚拭目以待吧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, 敬请关注。